今天是一個重責大人 因為要帶著我們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等一下要真的去看一下我們現場 對 沒錯 那所以一開始先問一下 聽說去年有出一本寫真集 然後自己也很喜歡攝影對不對 對 我去年出了一本寫真書 叫做《第二個家界》 第二個家界 主要是說我在台北的點點滴滴 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 那其實我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已經有五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台北對我的來說也是第二個家 雖然每天可能經過的路啊 或者是一些街景啊 都會隨著我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天氣的變化 然後會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這個moment我就一定要把它拍下來 因為我都會把它當成是自己的一個氣 對 對對對 所以你都用什麼樣子的器材拍照 手機 是手要 因為我覺得手機隨時都可以拿出來拍 然後其實現在的手機都很棒 很厲害 那當然如果出國的話 我還是會帶一個小的傻瓜相機 哦 了解 對 因為對那個專業的攝影機來說 我覺得太... 我如果出國的話有點重 有點重 我會把它放得太好 是是是 其實沒關係 我覺得 看每個作品 我都覺得自己是 他作品的其中一個 一個作品的感覺 就是自己會變成是他的一個作品的感覺 我覺得 到時候 對 在細說這一部分 好 而且他的作品呢 除了那個色澤非常 顏色非常新鮮之外 他感覺就是真的跟你們說很多 很故事 對不對 我覺得很震撼 所以他其實就是 化石八家醬開臉 非常專業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滿像的那種 一般原住民 原住民 對對對 是非常 非常令人震撼的 如果我在當下 就是我們在當下 去參與他們的活動的話 是非常震撼的 所以大概是類似 是跳舞嗎 就跳舞啊 然後傳得非常 就跟台灣的原住民的感覺 是感覺是很像的 是不是 對對對 最令我震撼的就是 那時候看到他們的褲童 真的褲童嗎 對對對 然後那個米酒下去 哇 這個非常的整 所以真的每一個地方 都會有這樣不同的這些 人文風情 對 對 好 那麼我們趕快再 四字都沒了 四字都沒了 還讓大家拍一下 這個是家健她覺得 她在這些作品裡面 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個 其實我第一眼不解釋 我是真的看不出來 她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請家健來幫我們 介紹一下 這個作品好像也是來自 人文族對不對 伊凡老師 對對對 這是來自人文族 好 趕快加健 它叫做寧氏 寧氏 為什麼 這個到底是什麼 我怎麼覺得這個好像在哪 你看過啊 其實我在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在想說 到底在哪一個角落 就是在那個展覽的時候 完全沒有發現有這個 這個角落 但是仔細看一下 原來她 是一個民眾 所以她這個背影 是一個民眾的背影 對對對 然後Steve的作品 直接投射在她的背後 這樣子 哦 就是非常 非常有趣 然後也非常的 所以有點像是錯位的 有點像是錯位的這種概念 對不對 對 我覺得她在背後 就是後面 後面 後面 對她 有種靈異的感覺 是不是 講得出來 對 反正就是很特別的一個作品 叫做寧氏 而且名字其實也取得非常的好 好 那這個就是 你的地方在哪裡 大家一邊在拍照的時候 也可以看一下 哪裡有同心為您的感覺 我自己老實說第一眼是 沒什麼天分 看她說 想說 就不就是一個阿上在整理那個 豬扫把 對對對 我們第一眼看的時候 就是一個 沒有就是一個阿上在整理 對不對 在整理那個扫把 對 豬扫把 但是再仔細看一下 這個影子上 這裡 感覺就是一個小朋友在 戴著什麼面具啊 或者是 還是什麼尖尖的帽子 在這裡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這個也是森爸所說的 就是 不經意的看到一個這種 水素的 不經意看到的 對吧 創造性的一個方式 走位叫做什麼 攝影眼 攝影眼 喔 對對對 所以攝影師的眼睛 跟我們一般眼睛 是不是都是 叫做攝影眼 就攝影眼 你們看出去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好 這個是很可愛的同學